財,是乃無盡聖者財,不得說語非人眾,眾人之中觀言語,獨處之時觀自欽 在網路上,我們索達基看部有做簡易,各位也可以參考 不過剛剛在念誦的時候,至少各位可以懂得百分之六十,但是佛教裡面不是懂,而是要聞、詩、修 你懂了以後要不斷地去思維,抓住它,不能忘掉它,成為你的心靈狀態,詩修 所以我們從這上面簡單地解釋一下 第四,遠離一切猶豫心,一心精進修妙法 遠離昏沉懸怠眠,應當橫實精進行 修行首先各位要對三寶有信心 特別我們說,各位要經常觀想,人生難得,生死無常 既然投胎做人,隨時會死亡 而且呢,善惡業力,你在這個人間,你要相信因果,善有善保 惡有惡報,千萬不要造惡業 所以,進一步還要思維,輪迴過患 在這個世間,沒有一點是快樂的,平安的地方 所以要追求解脫 所以要追求解脫,那各位就要清盡善知識 所以我講這個地方就是說,一開始各位,不要懷疑 我們一定要轉心向法,不要讓我們的內心 一直在對世間的這些謊話的執著 我們要真信三寶 所以一心精進修妙法 那你既然要修行,修行是很無聊的 我們現在做法師知道說,一直講課大家也睡著了 所以偶爾要像早上這樣,你看,我們安妮還唱歌給我們聽 中午還吃好吃的 所以你要,但是如果你自己在修行 我看很多人不容易 打瞌睡,懶惰 這個事情,這個世間你要忙,很多可以忙 從煮飯,擦地,看電視,玩手機 你時間不夠用的 但是那些都是放逸的 所以真正修學佛法是心要向的法 開發智慧 所以首先你要做的,遠離昏沉 懈怠綿 應當橫死,精進行 這是自己要決定的 所以很多人我說,師父啊,我很笨啊 我哪裡不行啊,不好出家啊,不好修行 這個跟他沒關係,聰明才會跌倒 你願意老老實實地修行 你願意老老實實地做事 你願意老老實實地付出 這才是真修死修的 那些小聰明的,你不要跟他學 再來 正知正念不放逸 你願意橫死守護自根門 日日夜夜三時鐘 再三觀察心相虛 所以各位要在24小時一直想 你現在的內心是在什麼狀態 有時候你在忙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執著 這是一個佔有欲 甚至是一個傲慢 甚至一個真正心 這都不行 首先我們要了解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 那我是不是保持在這個出離心 對眾生的大悲心 這自己要抓住 所以既然你有這個心 那你要控制你的六根 我們現在眼睛最迷惑了 眼睛一看到美女帥格 結果多看兩眼 可以看啊,趕快收回來 歐馬里被命 因為你看到了嗎 對不對,你看到了嗎 那你總要轉念頭,那就對了 你看到了,你還繼續看 那就錯了 所以首先你要知道 什麼都是假的,苦的 再來你要保持這個念頭 所以修行很有意義的 隨時都有境界了 但是你隨時都在修行 所以你必須要不斷的自我反省 日日夜夜三時鐘 再三觀察心下去 所以我們修行就是看你會 在日常生活檢討自己 你能夠觀察自己 你自然生命就放光了 這很自然的事情 千萬不要執著別人 我們是關心別人不執著 但是做母親做愛人 就是太執著對方 那你從來不檢討自己不行 你要求對方如何如何 自己又做不到就麻煩了 所以修行人的特色 行住坐卧要讓人感受到 你內心的清靜 慈悲 這個是不需要用言語去談的 再來第三段 Follow自己的過患 不密他人之過失 就是隱藏自己之功德 宣揚他人之功德 這個要養成自己的習慣 那福建華說 臭浦爺 擋不住他的臭浦爺 他到處哪裡都會炫耀自己 你講到他的不好 生氣 錯他也要跟你一直講 很難我認識有一些這種 我跟他講 沒有再講他就翻臉了 以後不來了 以後就乾脆不能跟他講 這只能靠他自己 所以各位呢 你要跟別人講你的缺點 我這個人愛睡覺 你要提醒我 我晚上啊 房間都開著 你隨時進來看我睡覺 看有沒有姿勢不好看 有沒有放育 你要這樣講 晚上睡覺有沒有 提醒我一下 抱著正念 但是一般的人都不願意 但是我們講的過失太多了 我們自己不能覆蓋 所以各位你要激盡善知識 要嚴一點的敢跟你講才有用 不密他人之過失 一般人容易自戰毀他 別人講我不好 我就可以講他十個不好 反擊他 你講別人的不好 你整個心幹都黑掉 那什麼意義 所以我們要找出自己的缺點 但是不要去找別人的缺點 所以隱藏自己的功德 不要炫耀自己的功德 當然不是說炫耀 比如說你做了放生 覺得很有利益 你可以跟他講 你是為了勸他放生嗎 我們不是宣揚自己有功德 你去供養三寶以後 得到很大的加持福報 你們應該去做這個事情 這個不是炫耀 但是到處要宣揚別人的功德 宣揚 再來 當禮士奉及利亞 橫石斷球生育露 明了知足少貪欲 己知恩德且報恩 當然每個人說我旁邊有四者 對我很好啊 甚至很多人給我很多好處 我就覺得我比較有成就感 這是世間的想法 但是站在一個修行人 就像我這次看報紙 我們新任的 梵蒂岡的教宗 他選名字叫方濟 我到我們馬六甲也有 菲律賓也有 聖方濟是苦行 有苦行 大悲心 愛心 結果我看他的故事 新任的教宗 沒有交車 沒有司機 自己早晚坐公車 自己煮飯 厲害 現在這個時代有希望 連那天人家拱他做教宗 叫他站在台上 他都不站 跟大家在一起我才要 所以他願取名叫方濟 他就要承擔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模範 當然如果你有試著 那個不是一種風 是一種責任 就像媽媽教兒子 是責任 24小時叫他做事 叫他做事 就是要訓練他做好事 並不是要利用他做事 所以當離世奉及利 橫石斷球生育路 不希望別人家認識你 不希望自己得到名利 但是別人給我們一滴飯 我們就要想一輩子 實實報恩 再來 修持大慈大悲心 橫常堅固菩提心 斷除十種不善也 橫石穩固盛信心 那我們修大乘佛教 叫思為眾生苦 願眾生得到快樂 所以各位現在開始 要弄好幾乎 用好吃的給人家吃 講好聽的話給人家聽 送人家喜歡的東西 你要故意去做 千萬不要酷酷的 修學佛法 要把眾生當母親 當親生兒子 你一定想把最好的東西給對方 大慈 大悲 我願意你離苦 我想盡辦法告訴你如何離苦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這個要化為一種習慣 而不是一種學禮 橫常堅固菩提心 所以我活得的目的就是為了成佛 成佛就是為了 為了承擔所有眾生苦 度所有眾生苦 這個要抓得很緊 那你既然發菩提心 大悲心就要 一定要修十善也 斷除十種不善也 所以大家跟我念一下 來 三保加持 願我及眾生 不殺生 不偷盜 不邪淫 嘴巴四條 不妄於 不餓口 不兩舌 不其餘 內心三條 不淺灘 不称慧 不魚吃 各位 仁慈十善夜火 太好了 今天可以下課了 最重要的四條 不要再生氣了 像我這個人 你可以看得出來 不是 我是啰嗦到幾點 我一上台音響天 我都弄得很清楚了 我隨時弄 很痛苦 我知道了 因為我自己做事 寫字不會有一個錯 我自己算賬不會多一個一 或少一個二 但是這是我的事了 我現在如果用這樣去要求別人 早就爆炸了 但是 自己要做模範 但是不願意 不願意 但是有時候你會受不了 就會生氣 就會罵人 這個叫修了 要修持十善夜 所以 橫石穩固 殊勝的心 眾生可以稱佛的 我們一定要堅定 所以修行再怎麼好 必須從你的身口意表現出來 再來 摧毀我慢稱恨心 橫常具有謙虛心 遠離一切邪命活 當以如法而生存 所以 我們要正得空性 第一個要消除的就是我慢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常常拜佛 人都會覺得自己比較優秀 或是我要比別人好一點 但是我們修菩提心的人 事實上是要做眾生的仆人 要處於低位 處於低位 最殊勝的人入 所以我們要對峙我們的我慢 那我慢心強的人 稱貴心就強 所以 我認為要怎麼修呢 我也沒辦法 我就跪在佛前發誓 我如果再對別人生氣或恨 我就下無間地 這是我唯一的方法 然後我就會克制 我不想下地獄 然後慢慢就習慣了 但是還是壓著而已 壓著 但是你不發這個願就壓不住 真的壓不住 但是 就經常這樣思維 當然思維空性 斷出我之 所以橫長劇足謙虛 把別人推在前面 盡量盡量 我都把它轉為好的 不管你這樣說 我都把它轉為修行 這樣就好了 對我有幫助 但是有時候對別人沒幫助 所以我的方法不見得捨別人 遠離一切邪命 什麼叫邪命 為了你要生活 去傷害到其他眾生 這叫邪命 對在家人來講 賣毒品 殺生 這些邪命 對出家人來講 算命 搞金燦 叫邪命 所以要斷出這個 當於如法而成分 慈禁 再來 舍離一切有漏財 當於慎財為原事 遠離一切善亂境 依止殊勝即境處 世間的叫有漏財 佛法的信心 慈禁 慚愧心 不思智慧 這個叫無漏財 慎財 所以有時候 我們雖然世間的錢很好 但是這個東西 可以把它轉為無漏了 拿來莊嚴三寶 拿來布施 但是這個世間的有漏就是你帶不走的 所以特別對出家人 遠離一切善亂境 所以讓內心隨時安住在清淨的空性 像我個人的習慣是這樣 只要讓我不清淨了 我就不想去做 委屈自己也不要 這不是說地方的問題 也就是說 如法清淨的事情 我們去做 因為這樣你內心就很平靜 很乏喜 我們早上參加法會 乏不乏喜啊 乏喜 沒有壓力 做錯事 沒有虚為 這個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們去騙人 就會有壓力 會有壓力 再來 來 實實莫出 無異詞 橫實 言說 替實矣 若密 若見上司 康布時 當發恭敬是否行 講話要思維一下 不要亂講話 沉默是驚 我發覺現在有很多人 包括年輕人 有時候出家人也會 反正見面就是 找一些話跟對方講 很痛苦的 打個招呼是應該要 但是不應該講太多無聊的 對方沒有幫助的話 所以要講話要講 離開就是真理 而且對對方有幫助的 講因果 講解脫 講如何成佛 若遇喪失康布時 就像各位今天法委 這麼多喪失 這麼多康布 都願意來參加法委 太好了 有佛像在 不得了 還有活佛在 還有生邪 生邪 就按照佛的教法 在修辭的叫生邪 這是我們最大的福報 所以要讓上司做上座 供養上司 這是非常好的 若見具有法言者 或遇出業眾生時 則當生起本思想 如果一個人有正之見 這個如佛一樣 或遇出業眾生時 有一個人發菩提心 我開始要修醒 這個都是未來佛 我們要把它當做 他就是佛的視線 所以這個世間有太多太多 這種善知識了 再來 若見一切眾生時 當其父母兄弟相 你看阿底霞尊者的法 也很短 有力量 如果看到所有的生命 都當作父母兄弟姐妹 如果看到所有的修行者 都當作佛 遠離一切惡友伴 依止殊生善知識 什麼叫惡友伴 你是修大乘佛教 有人跟你說 晚上不要做焉供 晚上鬼太多 你們沒力量 這個叫惡知識 佛陀明明說要施食 叫晚上 晚上鬼多 有時候 他就叫你 不要慈悲 保護你自己 你怎麼會成佛呢 所以各位有時候 二知識他就叫你 不可能發菩力心 不可能解脫 或是 現在我們馬來西亞 聽說二知識還蠻多的 說他是觀音菩薩 說他有神通 說他有神通 這些你都不愉快 我跟你講 因為有時候政府也不知道怎麼管 對不對 只能靠各位你自己要有慧言 好老實實 所以這些二知識他會給你 反正給你很多好處一樣 滿足你的需要 他也得到他的需求 錢就多嘛 二知識目的都是為了名或為了錢 這些你一定要遠離 而且現在我們各位有機會 接觸三稱的教法 南傳 北傳 藏傳 非常有福報 這是累結累世的福報 如果有一個出家人跟你講說 念佛就好 不要修命中 這你要小心 這叫二知識 自己解脫就好 解脫再來度眾生 這也叫二知識 像佛所講的一切 一切善法都是佛法 對別人有幫助的 我們都隨意 好 所以這一點各位要分辨 你要去拜一個師父 最好問幾個你相信的師父 這樣可以了 好 自己要 因為你要是走錯路了 這下就很難過 所以再來 剛剛講的是對外的 對學佛的人 對眾生意識善知識 那現在對內呢 應該怎麼樣 倒數第三行下面 遠離稱心不願意 處處橫距歡喜心 誰不會生氣呢 趕快轉 遠離稱心不願意 不要一直想這個不高興的事情 有些人更痛苦 把他這個不高興到處講 某人對我不好 哇 這很慘 千萬不要講 自己氣氣完就算了 別人幫你一起氣 這樣 千萬不要講 處處橫距歡喜心 天天看著彌勒菩薩 哈哈哈哈 這樣就好 看著人心笑好不好 這點我做得不錯 因為我不知道講什麼 笑就好 我們上次不會講中文 他看到你笑 所以你們就很喜歡他 不知道要說什麼 笑 所以變成一個習慣 讓別人看到你 都覺得很歡喜 彌勒菩薩 他就希望大家這個世界快樂 沒有眾生受苦被殺 對不對 所以各位要多微笑 誰知道你會不會微笑 你家人最了解 外面人會被你騙 我沒有看過我爸爸笑 所以我家是個傳承不笑 因為沒有看過我爸爸笑 他可能賭博賭贏了會笑 這樣 但是他認為對小孩子就不應該笑 因為日本教育就是這樣 嗯 巴嘎肉 其他的 沒什麼讚嘆話 就是巴嘎肉 但是我們家都被訓練 後來我出家了 我師父變另外一個人 我師父如需長老 他看到人就笑 他天天笑 所以我就奇怪 180度 我的人生就改變了 我師父你跟他講 他就先笑再說 他對男眾的笑 對女眾不笑 我師父會打女眾 他說你們男眾是寶貝啊 女眾打棍子打破 他也不跑啊 很難啊 男眾稍微不笑就跑掉了 因為男眾是寶 但是他現在已經習慣了 他現在都一樣 天天笑 再來 不貪內外一切法 當於無貪中安住 這什麼意思 不要追求任何世間的快樂 打坐有快樂 可能會琢磨 我們只講清淨不能講快樂 我們只講慈本 我們要去擺放 我們要去擺放 然後我們去擺放 我們要去擺放